立陶宛外长兰茨·贝吉斯到访美国 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会讨论到与中国的关系 立陶宛外交部说 两个人会面期间 会商讨加强两国 在经济、国际和区域安全合作 以及夸大西洋联系的重要 兰茨·贝吉斯在访美期间 亦会与官员、国会议员 以及美国商界会晤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星期一和立陶宛总理 希望尼特通电话时 表明会支持立陶宛 应对中国威吓 应同立陶宛 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外交政策